情场高手提醒,无论结婚与否,都不要去聊40岁左右的女人 每个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谁都逃不掉 当爱情来宁的时候,你就算想控制也很难控制得了 爱情是永远的神话,从东说到下,无论你现在是否结婚 请记得千万不要去聊40岁左右的女人 1.他们明白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注重保养的女人也是越来越多 很多女人就算到了40岁,也仍然保持着完美的容颜 从外表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个年龄的女人,她们经历了很多,对于感情上的事情也是信手拈来 她们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不会为了那些虚无缥缘的情话而去饭花痴 也不会为了那几件小礼物而心动 她们的心思很深沉,一般男人根本就猜不透 2.对爱情已经不再冲动 40岁的女人已经过了懵懂的年龄 对爱情不再抱有幻想 不会像小姑娘一样傻傻的,呆呆的,等着自己爱的男人 对于那些海市山盟,她们也是左耳朵听,右耳朵扔罢了 爱情对于她们来讲,也就是只是身边多了一个人 并且还要照顾这个人的生活起居,还要伺候她 这样的女人算得很精准,当成本大的时候,她就退却了 3.经历得多了,自然很难打动 40岁的女人经历了大风大浪 不论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或者是感情上的 她们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去触碰的 一旦触碰了,那自己将很难抽生,可能万劫不复 当女人20岁的时候,会为了爱,会为了男人而选择放弃一切 当女人40岁的时候,如果还是这样冲动 那这时候的她,无疑是脑子有问题,或许她在骗你,只是你不知道罢了 4.40岁的女人更懂得爱自己 女人到了40岁,知道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40岁之前可能都在为别人而活,为了家庭,为了丈夫,为了孩子 真正为自己考虑的时间是少之又少 到了这个年龄,女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在自己身上 她们去美容,去穿有品质的衣服,来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 虽然有些事情她们也很看重,但是她们最爱的还是她们自己 好了,伙伴们,通过上述洗碟,相信大伙已有了自己心中的准生 在和异性相处的时候,也知道了如何选择 也更明白了什么样的女人可以撩,什么样的女人不可以撩 如果各位读完以后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可以留言或私信